说真是天下之大无奇不有啊 最近经常刷到这样的视频 全国多个地方呢在水泥路上种地瓜 在篮球场上种庄稼 乍一看呢还以为是在搞什么科学实验 殊不知是今年中央一号文件 要求要严守18亿亩耕地红线 确保建成8亿亩高标准农田 那么一些地方呢 因为此前多占耕地未批仙建的 如今就完不成了中央下达的目标任务 于是就生出了把水泥路篮球场 小公园盖上土栽上地瓜 种上蔬菜的权益之计 来应付上级检查和国土卫星的航拍 这不简直就是上坟烧报纸糊弄鬼吗 中央下文件一层一层往下念 念完文件进饭店 文件根本不对线 如今只能村片乡相片线 一直骗到抖音上面 被全国网友看见 上热搜上头条 成了轰动全国的大事件 最后处理干部一大片 完成了 有和更这种例子 可以说呢